选战倒数计时两个多月 为了端正干净选丰 检调单位除了积极查会 参选人也有自我要求的行动 由市议员陈信瑜发起的反会选宣誓 及联署行动受到多位议员的响应 希望诉求打一场干净 透明和理性的选战 干净选举抗迷惑 攜手高雄向前走 攜手高雄向前走 参与联署行动的市议员和参选人高呼口号 希望呼吁大家共同反会选 落实干净选举才能让高雄更进步 感谢就是检察官的速度这么的快 已经进到小港来办案 呼吁所有的候选人 真的要干干净净的选举 针对检调单位的查会行动 联署人除了表达支持与肯定外 在记者会中也发表六部宣言 包括不插旗 不挂不条 不买卖票 不包工程 不拿红包 也不兼职 认为这是参选人应有的基本操守 选后才能专业问证 为什么选民要有七成以上的人去投票 但是竟然他还是有这么高的一个比例 是不信任民意代表 所以我们当然呼吁六部 其实是希望说所有的候选人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自我要求 选民在选择你的时候 是可以安安心心 放放心心的 其实透过这六个宣言 我们就是想要跟高雄市民宣誓 我们要打造一个优质的议会 选风干净 问证干净 这样才是一个优质议会 活动发起人陈信瑜议员强调 人民要的是一场干净的政治和良性竞争的选举 呼吁各参选人能跨越政党色彩 打一场干净透明和理性的选战 港多新闻张世民黄兰军采访报道